老铁们大家好啊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单套节 单套节是用于我们逃生 或者是在我们日常紧急情况下 经常使用的一个单套节 那么我们经常也在各电视中啊 看到世界各国的比武大赛上 就是修仿救援比武大赛 经常使用这样的绳节 有各式各样的绳节 尤其我们最著名的荒野求生专家 拉贝先生 他也是经常使用各种绳索 我们看到他穿越大峡谷 或者攀爬岩壁的时候 经常使用的几种绳节技巧 也叫单套节 首先我们把主绳啊 大家看这样向下对着一个单圈 然后呢 再把主绳折爽从单圈中拉出一个绳 这样啊 拉出一个绳之后 我们把左手旁的副绳 也就是我们单绳 双折叠 从这里穿过去 穿过去以后 我们直接这样 向下方 一拉动这个主绳 大家看 主绳一受力 就形成了一个我们什么啊 最强悍的一种叫做什么呢 单套节就形成了 然后我们简单整理一下 大家看这个绳节啊 受力之后 宁舍不开 我们为什么要把短绳头留的长一些呢 大家看如果你觉得这个绳套不是很结实的形象 我们可以这样短绳头围绕主绳啊 再踩上一圈 大家看 再踩一圈之后 我们把这个绳头从这里再穿过来 形成双折叠形式的保险 然后向下方一拉动 直接一收紧 大家看 这就是一个超强悍的单套节 无论我们拖车 还是掉物 多重的东西 哎 他都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单套节就有一点不好 如果受力过强的话 这个单套节 他就容易形成死扣 打不开 那么接下来 我给大家演示的就是 咱们荒野求生专家 拉贝先生 经常大家都看到 荒野求生当中 在荒岛上啊 没有食物 没有任何积养的情况下 仅凭一根绳子 攀爬岩壁 或者爬一些比较高的地方时 经常使用的绳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看第二种 安全卡锁的绑法 这是我们高空作业的老铁 必备的一种安全卡锁 这种安全卡锁呢 在关键的时候 它是保住我们生命的啊 一个宝藏 消防队员也经常用 那么咱们看一下 卡锁与绳子之间 是怎么连接的 首先我们用绳子啊 穿过我们的卡锁 大家看 这样形成一个绳圈 形成一个绳圈之后 我们这样 缠绕一圈 在拇指上 缠绕一圈 大家看啊 再缠绕一圈 缠绕两圈以后 我们再缠一圈 缠绕三圈 三圈形成以后 怎么做啊 大家看 形成三圈之后 我们把这个绳子 从绳眼中 穿过来 穿过来的同时 我们还要穿过这个绳眼 大家看啊 下方的绳眼 直接从这里 把它拿过去 直接把呆绳从这里 咱们给它穿出来 穿出来以后 我们直接向下方一拉动 大家看 自动它就形成了 一个这样的绳扣啊 向下方一穿 一整理 大家看 这样形成一个绳扣 看了没 这就是一个滑套结 此绳结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它与组所之间连结 它不是死定定的 拽在这上方 哎 你看 滑动的 哎 组绳约收力 它约收紧 宁舌还不开 哎 解开的时候 大家看 就是这么轻松 而且呢 我们用完成之后 把它从安全卡锁上 拿下来 最主要 我刚才讲的一点是什么 它是一个活扣 在组绳拉到头之后 绳套自然就开了 大家看一下 就这么简单啊 超级实用 咱们接下来分享第三种 说呀 你刚才说的这个半扣结啊 我也看了 我还是没有学会 那怎么办 那咱们今天再教老铁一个 快速的 简单实用的单套啊 首先我们把副绳啊 向下 做一个单圈 也就是半扣 哎 组绳 我们从副绳当中 拉出一个绳兜 绳兜形成以后 我们副绳双折叠 穿入主绳的绳兜当中 大家看 这就是绳结上的安全锁 然后我们一拉后方组绳 大家看一整理啊 拉组绳 直接 它就把它收进了 哎 一拉组绳 大家可以看一下 哎 直接就收进了啊 齿绳结 超级简单 超级实用 并且它是一个活套 看啊 我们再次拉组绳 哎 它可以瞬间向前 非受力自由调节 哎 受力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二三 瞬间锁紧 超级实用啊 锁紧的效果 嘎嘎紧也是 哎 你无论怎么晃动 它都没问题 209 209 4 感谢观看